自2012年,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并宣布赋予同性恋结婚权利以来, 同性恋婚姻引起了法国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激烈讨论, 民间社会中的反对派和支持派都已先后在法国各地举行数次争奋相对的大规模社会游行。 试图通过游行,这一法国人特别擅长和日中的表达方式引起社会和公众舆论 以达到反对或支持议会通过法案的目的。 今天这次节目中,我们准备对同性恋婚姻立法和它引起的正因原因作为简略回顾分析, 以便有助于大家更客观深入地了解同性恋权利 这一法国当代社会问题在法国的演变发展逸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同性恋本身目前在法国早已不再是一个 回眸如深,令人生味的禁忌话题。 当然,社会也对同性恋的认识和接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82年以前, 同性恋在法国曾一直是一种法律名文规定的犯罪行为。 法国社会等在1981年上台后的第二年便修改法律, 彻底废除了同性恋罪。 1999年,社会等政府又对同性恋和同聚者问题专门立法, 采用公民年代协约的形式承认同性和异性同聚者的法律地位, 使同性恋同聚者在社会保险、住房、税务等社会生活领域 可以享受类似传统婚姻夫妻那样的待遇和保障。 法国的同性恋结婚权立法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被2012年重新上台执政的法国左派政府提升一处日程的。 显然,它标志着法国社会在同性恋权利平等方面的又一大进步。 这部被媒体习惯称为人人有结婚权立法律的法律筹案的正式名称是 关于对同性伴侣开放结婚的法律。 这一法律筹案的宗旨是寻求平等原则的时效性, 主要内容是给予同性伴侣、结婚和受养子女的权利。 这项法律虽然赋予同性恋结婚的权利, 但却不剥夺任何其他人的任何其他权利。 法律不改变与婚姻或受养亲子关系相关的现行法律制度, 而只是把包括权利和义务在内的婚姻制度向同性伴侣开放。 此外,法律筹案还对同性恋结婚生效后, 对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传统称谓和领养子女性式的决定等各种法律和法典细节的变动, 做出了相应规定。 对于这样一部法律,法国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从民意角度说,2012年以来, 法国媒体和民调机构对同性恋婚姻问题所做的历次调查显示, 近三分之二法国人表达赞成同性恋的结婚权利, 有超过半数法国人还支持同性恋的领养子女权利。 即便是在反对态度最强烈的教会内部, 也有45%的奸儒教信徒赞同同性恋结婚权。 其次,从正等历程态度看, 虽然作为社会现象, 同性恋问题有时超越左右之争, 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不仅左派中有反对者, 右派中有支持者, 同性恋群体中也有反对者。 但是,从总体上还依然可以说, 左右分野仍然显而易见。 法国左派,也就是社会等, 绿等,左翼等都属于支持派, 而各优移政等如人民运动联盟、 国民政线等都为反对派。 第三,从法官制成同性恋结婚权的 激励抗争过程来看, 反对派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还是天主教教会。 因为婚姻和家庭在教会看来是抵抗当代个人主义 放荡的最后两道围墙。 同性恋结婚在教会眼里则属于 违背自然法则的本质上的放荡行为。 因而,教会曾不顾政教分离法律和非宗教化的 共和原则, 频频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借机发声, 并动用教会资源为组织 反同性恋结婚大友情提供获勤支持。 那么,法国同性恋结婚反对者们的主要论据又是什么呢? 反对者们的论调归纳起来, 大致有这么几点。 第一,该法律允许同性恋结婚 必然导致同性恋伴侣的子女领养权。 而在反对者们看来, 这一同性恋侵权则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事实。 第二,该法律将会导致亲子关系或亲子关系推定的混乱。 同性恋婚姻反对者们认为, 法国宪行法律规定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 无论是否结婚,也无论是否共同生活, 只要他们的孩子与双方中任一方之间的亲子关系获得承认, 即可以行使亲权。 而这种亲子关系可以对孩子起到保护作用。 尤其当双亲中某一方遇到车祸事故, 或当父母遇到婚姻生途时, 而确定现行亲子关系的方式, 一是推定。 例如, 伤小孩女性的丈夫被自动认为孩子的父亲, 二是通过一个有意识行为进行承认, 尤其当父母没有结婚时。 因此他们认为, 一旦同性恋婚姻被确认, 这一传统的亲子关系推定便不再适用。 尤其对于男性同性伴侣, 这种婚姻子女关系就不再有意义。 这样就可能导致亲子关系推定的消失, 而使得一性婚姻的男性父亲, 今后可能需要一概做亲子关系的预先承认, 并因此使得婚姻不再具有什么意义, 因为无论是否结婚, 子女都不再能获得更多的保护。 第三, 同性恋侵权的正常化将从心理上扰乱所有孩子的成长。 这是不少同性恋婚姻反对者抬出的重心武器, 他们认为一位父亲、一位母亲 是孩子出生和成长的必须因素, 是自然法则, 而同性恋婚姻法律不仅不利于被同性恋家长富洋的孩子的成长, 而且还会妨碍其他一性恋家长罪女的健康成长, 特别是因为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参照将会被稀释消结, 并逐渐被双亲所取代。 第四, 不少反对者还担心同性恋结婚还只是权力拓展的第一步, 因为政府将在下一步法律中考虑采纳的医学辅助商者, 如果一旦对女同性恋者开放, 则将会为待任孕育散开道路。 同性恋伴侣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请人代孕得到子女, 到时候就会出现某些年轻女性因为家境贫寒而接受成为某一男性同性伴侣的待孕母亲, 承受九个月的妊娠过程, 并可能由此导致出现人类身体和生育商业化的后果。 总之, 同性恋结婚将破坏一男一女生肝育女的家庭模式, 是法国同性恋婚姻法案反对者们所寄出的主要理由。 尽管同性恋结婚法案引起了法国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 但整个法国社会的民意共识业已具备, 时机已经成熟, 所以傲浪的总统补顾反对者数十万人带有型的压力, 继续按寂静日程将法案付诸议会良院审议通过。 其实, 不少法国右派人士也都明白, 无法阻挡这一趋势。 就像十多年前, 公民年代协约法律一样, 虽然一时有人阻扰, 但一旦法律通过生效后, 一切都富贵平静, 坚属公民年代协约早已成为一种习俗。 相信不久之后, 同性恋婚姻也将成为法国人日常生活中, 不再惹人注目的惯常离异。 当然, 这已将意味着, 人类社会文明在法国又前进了一大步。 谢谢您的收看。